5-4 light bulb is enough to light up a LED light 5W或者是5W的 LED灯泡呢 就可以亮起你家里的那个客厅的灯跟厕所的灯 或者其他对方的灯泡的灯 LED lampu yang bersaiz 5W dapat menyalakan lampu dekat orang tamu dekat tandas, dekat dapur, dekat ofis, kedai jadi tak perlulah beli lampu yang bersaiz sangat banyak seperti 15W, 18W 大家好,我是Gun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要怎么更换那个 LED 的电灯泡 那么这个方法 这个我在2023年的时候大概是六月份了 我就有发现到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说一说 就是说如果你在做电子的维修或者修理电子的东西呢 比如说换电灯泡啊 或者是说你修理电器啊或者是啊 从哪方的那个电灯泡都好 或者是任何关有关系到电子的东西啦 你们要记得三样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话 你的那个家里的总电源一定要开一定要关着 一定要关掉 避免说在你进行维修的时候呢 那个啊 会使到你出电或者是啊 发生意外 哦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 当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 在做进行这个维修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穿塑胶鞋 塑胶的东西它是一个绝缘体 绝缘体的意思呢就是说 那个他们会 他会让那个电流啊 不能流通 所以呢当你穿那个 如果你爬上那个楼梯的话呢 啊 或者是做任何进行维修的工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啊 比如说冲浪房 一定要干燥啊 不能有水分 然后呢 啊 就是说避免 然后就是啊 还有就是说你一定要穿那个塑胶鞋 因为塑胶鞋呢 它会 它会避免你的电流呢 通过你的身体呢 啊 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 我们的身体呢 就像一个电流这样子 它 如果你没有东西 防 预防的话 或者阻止它的电流通的话呢 它会 它会 它会使 你的身体呢 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一个电流 它是一个 流通性的东西 然后呢 第三就是 啊 第三就是 第三就是 啊 在电子修理 电子的行业里头呢 或者电器的行业里头呢 我们常常都听过 就是水火不容啊 水就是我们所用的水 任何液体啊 就是水咯 水分的东西 啊 潮湿啊 那是水分的东西 然后火呢 就是电咯 啊 所以水火不容 为什么它 水火不容 因为呢 电呢 它会经过 它会从我们的那个水分呢 进行一个流通 那么流通的话 就是说 这个电流 它是有走动 有走动的话呢 它就会使 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人体 它会 它会着火 或者是说 它会使 有电流经过的东西呢 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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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去火 那么可能就会发生火灾 或者什么 啊 人 或者生命有危险 所以呢 这三样东西一定要注意 就是第一个 啊 啊 一定要穿 塑胶鞋 爬楼梯都好 要穿塑胶鞋 啊 拖鞋都好啦 都是塑胶 啊 plastic 啊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任何啊 你的那个总电源呢 面税上 一定要关掉 啊 这检查 电源的石头 或者维修电 电器啊 这时候全部都要 关掉了 啊 然后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话 才打开 然后第三呢 就是 我们手上 一定不可以 不 不可以有水分的东西 啊 当你去 打开关 那个电 啊 电灯 那个插座都好啊 或者插的东西 关电子的东西啊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手上的脚啊 一定不能有水分 然后呢 如果是在冲凉房的话 冲凉房一定要把它吹干 地上一定要吹干 不能有任何啊 潮湿啊 或者是有水分的 那个水在地上 就是说 避免那个电流会流通 那么 如果电流流通的话 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么 啊 关于这个换电灯泡呢 我为什么 到 一一颗电灯泡呢 我们都会有啊 他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电流啊 他需要有一定的电力啊 才能够启动啊 才能够让他的那个电灯泡 LED的电灯泡都好啊 或者普通的电灯泡的话 才会亮起来嘛 那么 到底多少电力呢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WAT WAT WAT 那多少WAT呢 我们他才能够 让这个电灯泡啊 亮起来呢 那么在国 我们的 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用所用的电力呢 就是VOTGE啊 它是 220V 或者220V 到250V 这个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啊 一个标准的一个电流 但是 其实我们用的呢 其实 真正的电力呢 它不只是220V 它可能超过 可能是几万 或者是几十万的电流 都有可能的 但是呢 因为 国 啊 那个 这个 国家呢 他们 他们的 故事说 啊 都好啊 或者是你的家里啊 或者是任何工厂都好啦 或者任何工地都好啦 他们的电量一定是在220V VOTGE的到250VOTGE的那个电电力 电流啊 电流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有流通的 所以呢 标准来说是220VVOTGE到250VOTGE 那么呢 啊 我们用的这个电电灯泡呢 还有就是说啊 在马来西亚啊 它一定要有C LIM 啊 这个标啊 这个啊 啊 这个标的 这个啊 一定要有 这个认真啊 就是说 他们至少 可以 安全使用这个插座啊 或者是任何电子的东西 电器的东西 然后呢 啊 还有就是说 我 第三呢 就是 啊 我们在 我通常我在 换 灯泡的时候呢 我都会 写上日期啦 啊 跟那个 它的那个电力 就是 这个电灯泡 它需要多少电力 啊 电量 它才能够 亮起来 所以 之前我 我 用的时候呢 它是 6W 6W 那 6W 呢 啊 但是 很多人 可能有很多人 他 不清楚 就是说 有很 有一些人 他会 那些人 买 那个电灯 电灯泡 或者任何电灯泡都好啦 他会 认为 买最大的那个容量 啊 电量 就是 可能有15W 15W 啊 18W 啊 才能够 让这个电灯泡亮起来 但其实呢 我在 无意中发现到 虽然我们的电力呢 那个 那个流动 流动 电流呢 就是那个流动性呢 它是220W 220 啊 电压 啊 但是呢 啊 经过我在 就是 啊 就是 研究之后呢 我发现到 其实 电灯泡的电量呢 其实不需要太大的那个电 电量 电电力 啊 其实不需要太大的电力 电量 就是 可能 你用 5W 5W 就已经可以把这个电灯泡呢 亮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之前 我 有买过 啊 6W 有买过9W 有买过12W 有买过15W 啊 或者18W 都有 但是呢 它有一个 它的差别呢 就是可能 你用 越大的那个 电灯泡呢 就是说 它的电灯泡 如果它需要更大的这个电量的话呢 那么它可能消耗的那个电力呢 也就比较多 而且 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就会 啊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钱 去付这个电灯 电灯 那么 当我把 用 6W 跟9W 跟12W 12W 12W 的这个 电灯泡 LED的电灯泡 来比较的时候呢 我发现 我发现其实 不管你是用 9W 12W 15W 18W 或者6W 或者5W 都好 它都可以 把这个电灯泡 LED的电灯泡 点亮 所以呢 如果 与其你用 这么小的 这个电灯 电量呢 你就可以起 就可以把这个 LED的电灯泡 亮起来呢 为什么你要用 18W 15W 的电灯泡呢 因为 你用的 电灯泡 越大的 那个 电量呢 你就需要 消耗更多的电力 它的 其实 那个 LED灯泡的 那个 啊 亮 亮度呢 其实也 6W跟 12W 9W 其实超不了多少 反而 啊 反而 它的那个电力 又 消耗的比较少 那么如果说 这样的话呢 电量 它又可以 它的 LED的灯泡 又可以亮起来 只需要用到5W 然后 你又可以 省掉一些 电费 可能 你 可能你 一个月 你省掉10块钱 那 一年的话就省掉 百二块 那么 这百二块 可能你可以拿来 买东西吃啊 或者是 去买其他的 日常工程都好 都可以啊 所以呢 啊 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 在用这个电 电灯泡的时候呢 它不需要用太多的 不需要买很大的 那个电 电量 就不需要买15W 也不需要买12W 可能 你买一个5W 6W 或者9W 啊 9W 或者6W 或者5W 就可以了 那么 啊 就算 就算 它的这个电力 啊 如果你说 有没有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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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 电灯泡呢 有的 但是呢 它可能适合比较 小 的 那个 电子商品哦 就比如说 垃圾 电子垃圾啊 啊 或者其他小小的电灯泡啊 电灯 都好 所以呢 我 以我这样子来观察的话 是 话呢 我会觉得 其实我们用5W 或者5W 或者6W 都已经足够了 那么 啊 这个东西呢 就让我知道说 其实 你不 不管你在 啊 客厅的好 你在床压房的好 或者是房间的好 只要它是 原型的 那个LED电灯泡 或者是 它它是电灯泡的好了 你都可以用 最少的那个 电量 就是 5 6 5 或者6 或者9W 的 这个电力呢 啊 这个电量呢 啊 去 装上 装在你的那个客厅啊 或者是你的洗澡房 或者你房间 或者你的厨房都可以 那么呢 这样子 不但只是减少 减少 啊 消耗 那个电力 而且呢 你又可以省 节省一些电费 然后呢 啊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你是长期在 住在靠近工厂的 地区呢 它可能 你的那些电灯泡呢 或者 啊 不管是 长的都好 或者是圆的都好 圆形都好 的电灯泡都好 他都有可能会让你 的电灯泡 坏 因为 在工厂他的用手 用的电力比较大 所以呢 可能会影响到住宅区啊 或者是 屋子啊 或者住家的那个 他的电 他的 他的电流啊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哦 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工厂的 靠近工厂的 物质啊 或者是住宅区啊 可能你们就长期需要更换 那个电灯泡 或者 那个电子层啊 或者是那个电子产品啊 就是因为他的电量 他们所用的那个电流 电流啊 很大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 住宅区的那个电 他们所用的这个电子产品 跟电灯泡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啊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 就是说 不需要用太大的电电量啊 电流我们已经改变不了了 但是呢 他电流还是永远都是220到250W 但是呢 电量呢 就是那个电灯泡的电量了 我们是可以用 我们是可以用 比较小的 比较少的 这个电量 好 去 去 去把这个电子产品啊 亮起来 或者是电灯泡亮起来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子 啊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我在电灯泡那里呢 我会写上日期跟 啊 其他的价钱呢 跟那个啊 电灯泡 那个电量就是多少瓦特 多少瓦特 多少瓦特 因为呢 我想知道到底这个电灯泡可以用多久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可能会看他的那个啊 他们有去啊 去弄啊 就是说看他这个电灯泡呢 如果他每一天都开着呢 他可以用多久 通常我是拿最最多的啦 现在我看到最多的有25000个小时啦 他大概可能可以用两三两年多 那么我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那个电灯泡写上写着那个日期呢 跟那个电量的啊 就是还有价钱啊 啊电量就是说 希望可以看看他到底这个电灯泡可以耐多久 啊 是不是可能可以耐两年多啊 还是怎样 还是可能一年多啊 啊 就是用这样子来记录了 啊 就是不需要说 长期走看 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在 在看这个电灯泡的时候 在观察这个电灯泡的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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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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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电呢 它是有几个东西 啊我们需要知道的啦 第一个就是电流咯 就是我对说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电线啊 电流就是它的它的电会走动了 啊 然后它可能会上下左右啊 啊 或者圆圈 它只要有 然后它只要有电线呢 它就会走动 但是呢 电线它 它是不能够控制那个电流的 它只能够让它就是好像连接去你啊 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从工厂到啊 啊 电那个 那个 那个 国家能源的那个电 就是 啊 国家能源就是我们的DNB 它会 从那边 然后转去 那个啊 外面的电线 电塔电线 然后呢 再转 再传 传送到我们的家里的那个 总电源 然后 才能够啊 我们的家里的才会有电供应 才会才能够用电 比如说你会开风扇啊 开灯器啊 用电脑啊 还是听音乐啊 还是什么 还是看戏啊 看电视啊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有Voltage 就是电流 第二个就是 Cable 啊 我们叫Cable Electric Cable 电线 或者Wire 啊 第三个就是那个 Volt 就是瓦 或者Water啊 Water呢 就是说 你好像我们的电脑 或者是我们的电灯炮 它需要有一定的电量 啊 电量 才能够启动 或者是才能够 让这个 灯灯炮啊 亮起来 所以呢 Voltage 它是电力 电压 电力 只有 啊 啊 啊 那个Watt呢 它是电量 电 电量就是 啊 你要多少的 那个电力 才可以起 啊 才可以 将这个电灯炮 或者是啊 电子产品呢 啊 亮 亮 亮起来 啊 这样子 啊 啊 还有一个就是 它需要有开关咯 啊 会有需要有插头 插座 就是Main 啊 就是Plug 或者是Swiss啦 因为 你需要有东西控制嘛 开关 它才能够 关灯 开灯 还是其他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叫Resistor Resistor 就是 它会让你的那个电量啊 没有 比较 比较 控制 它 比较能够控制那个电量啦 那这个电量呢 就比较稳定 啊 然后它的 电力呢 就是维持在220 然后 它 这个就是一个 控制那个电量的这个 啊 一个 一个器材啦 啊 小小的一个 它就 会 它就那个控制 这个 让它的电流稳定 啊 要不然的话 啊 如果你没有控制的话 它就是 会让你的电器啊 电子电子产品呢 会损坏 啊 它一定要有稳定性嘛 所以它又要有流动性 然后 要有开关 然后 要有电线 到最后呢 它就要有一个稳定性 所以你的电子产品才不会 它不会坏嘛 或者 比较可以用的 比较 就能够 用的比较久 比较耐 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些的 也就跟他有一个tin 可不是 可能 也就有一个印象 那些是 我们线 看到 有那么多三不一等 顛覆世間之旅 淡若比天高 在那當月實之間來虛 總不備家人的擁抱 成功更要學憲 活有花開白天街紅燕 如若一照得自忘本意 背頭更失憶 人中思法如見 同伴之心守足真聖節 若可分淡 罪能能可貴 正珍惜永世 成功更要學憲 活有花開白天街紅燕 成功更要學憲 活有花開白天街紅燕 成功更要學憲 活有花開白天街紅燕 如若一照得自蒙本意,回頭更失意。 人中斯坦遇見,同伴之心所足真誠之。 欲可分膽最能能可貴,請珍惜永世。 欲可分膽最能能可貴,請珍惜永世。 不再寄入休圖再寄入休圖を詞緊張してお伝え要ながら。 めっちゃ成功。 彼らが必要な切り目に子に少しも残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